好 第三 人的良心已被罪污染 但良心按审判来说 没有听福音的人去世了 怎么办呢 结局怎么样 读罗马书这已经解决了 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 没有良心的人不会按律法 那他们又没听见房心 没听福音就按良心审判 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呢 完全顺从良心的人 当然按着神公义的就进天国 对不对 有救恩们 问题是谁顺从良心了 没有一个人顺从良心 那些自称我就是 不用信教 信什么教 按着良心活就行 自以为是 你真的顺服良心了吗 在你顺着你脾气的情况下 你都顺服良心了 但涉及到你最大利益的时候 你儿子突然一些的强奸 杀人的时候 警察来抓的时候 你是把他交给警察还是怎么样 大部分做不到 涉及到自己最爱的 最高价值的时候 很多人的良心就开始挣扎了 甚至是妥协 不要以为你多么顺服良心 所以而且加上我们的良心 已经变得麻木粗糙了 保罗说你们用自己衡量 自己是不通打的 为什么 你自己判断自己 刚才有人也分享了 自己判断自己的时候 都是大好人 我们本性就倾向于自我感觉良好 自爱嘛 对自己一向都非常宽容 用最粗糙的尺子衡量自己 用最精密的一切去衡量别人 所以自己衡量自己 必然的结果是自我感觉良好 像我这样的人不上天堂 耶稣就好像眼睛视力不好一样 其实我们那个粗糙的良心 就像那个已经千疮排孔的大网一样 你想去衡量自己 是不是准确的 所以上帝圣觉的 不变的至高的律法 在律法和神的话语面前 所有的良心的污秽 扭曲都显明出来了 没有一人 连一个没有 感谢观看